我狗是不用打了 我就拿我漁蝉弄弄弄弄那个样子 他就知道了,要乖了 赶快进去这地方 我没有讲什么 那个大狗刚来的时候,比较凶 对别的,我比以前的狗不好 所以我没有跟他讲什么 我用那个,我就拐这样 他就停了,听懂吗? 他就停了,狗会懂,了解吗? 我们人也懂,不要认为狗不懂 狗很懂,懂比我们多 就是他们装笼卖傻的,当狗嘛 是啊,他装笼卖傻的 他们神通很多,帮助人很多 就是他们不露出来 当然人也不知道 他们神通,人看不到 有一些会看得到 有一些有那种 属于那种类似的神通 就会看得到 会知道狗会做什么 有一些电影,他们演出来就说 狗他们合起来做什么 什么帮助人的,有没有? 然后用什么那边的沟通跟别狗沟通 集合狗起来 或是猫等等 那些不是完全假想的 都有一些真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他们才用那个真的那些故事 然后就变出来 多变成假的 多鱼出来 懂不懂? 不然的话,电影太小了 他们神通弄几秒 几分钟就不见了 懂吗? 所以他们要再多加上去 狗、猫或是你们养任何动物 他们都会帮助你们 那感恩不尽的 多数动物感恩心 比某些人还要深 懂不懂? 比某些人还要深 比分说你救一个人 他不一定感激你 然后你受养他 他不一定对你有那个感恩或是爱心的 不一定 当然你对他好 他会OK乖乖的 然后万一他弄什么错 如果你骂他几句的话 就不一样了 听懂吗? 他不想留 或是他做别的事情 他不再听了 我们越南人有讲那句 就说 你救动物的话 他们会报恩你的 我想办法报答你 救人 他会 我意思说 报国就对 救人 救賴 救命 大福 感谢观看